做玉皇大帝 或寿命很长 三千六百万年的快乐 男女的欲望金 种种的一切 很多神都他管的 人也他管的 但是不究竟 为什么三千六百万年 享受完这个善业 按照你的恶业 你可能要下地狱 或做畜生 或做鬼 如果有福报 鬼一三宝 可能还有提及会做人 这样 但是还是在轮回里面 所以菩萨他就发愿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多众生 都在痛苦 而且这些众生 都做过我们的母亲 什么叫母亲 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空气是母亲 因为没有氧气 你怎么活了 氧气从哪里来 树 树为什么氧气 因为有光合作用 对不对 太阳 这样照 树可以给我们氧气 我们给它二氧化碳 这样 但是这个树的存在 不离开土地 水 万事万物 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你会感恩一切 所以万事万物的存在 那在生命百千万事的轮回里面 大家都互相做过父母子女 对不对 我们这堆人 全世界有七十亿人 我们这几十个人在一起 那这里面老的都做过我妈妈 小的都做过我女儿 儿子 搞不好做过我太太 做过我弟弟 做过我妹妹 不然我们不会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结善缘的 如果你没有结善缘 大家不可能在这边听闻佛法 所以各位这一点你要绝对相信 所以那你就会去习福 既然要孝顺父母 既然要照顾这些家人眷属 佛法才是最好的报恩礼物 所以因为做过我们妈妈 做过我们的兄弟姐妹儿女 那你再给你做皇帝都没用 那是我爸爸 他的目的就要训练我做皇帝 他从小就跟我讲 你一定要做国王 做总统 我怎么训练你 怎么样 我觉得很痛苦 那时候后来我出家了 我非常感谢我爸爸 没有他这样训练我 我不能做好一个出家人的身份 因为出家人 不管在什么时间 你都要非常的细 也非常有力量 也非常会做事情 就老实想 现在坐在这边 各位在这边听 我等于在领导很多的事情 心态行为 种种 所以我师父也常跟我讲 要做一个大法师 你没有做过几世皇帝 镇不住的 不要说镇人 镇鬼你都镇不住 所以我想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各位不用再去追求世间的快乐 然后你做皇帝 做皇后 做首富 那只是一个感受 对不对 又不是人家吃两碗饭 你可以一次吃十碗饭 人家吃三顿 你可以吃三百顿 因为我是皇帝 人家生病也不会痛 没有 官位越大 痛起来越痛 因为他 他这些东西 为什么觉得痛 因为他没办法控制 做一个皇帝 就想尽办法 要去掌控控制一切 管别人 却管不了自己的拉肚子 所以 他会觉得更痛苦 心里更不能接受 所以 什么叫佛法 往外求 就是苦 往内进化 它叫佛法 做心灵的皇帝 不要做别人的皇帝 要好好的爱自己 所以各位 跟自己好好谈恋爱 不要去爱别人 你会气死 我讲的爱不是慈悲 是一种男女的爱 占有的爱 你会很痛苦 要好好的爱护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性 佛所讲的 背下 众生皆可成佛 众生皆有佛性 要好好爱你的佛性 佛性是慈悲的 柔软的 智慧的 快乐的 不要去污染它 如果你离开你的佛性 去追求一个男人 追求一个女人 追求名望地位 就要离心外求 很痛苦 这个叫迷 迷失在外在的世界 用金钱 用外表 用地位来形容 所以 各位要找到自己 找到自信 找到内心的快乐 快乐不能往外求 快乐从内心里面来的 像各位 你去放生 快不快乐 因为慈悲 我这次要被杀的 我救了他 这次狗快饿死了 我给他面包 甚至快乐 更是来自于 控制自己的心 一个将军 在战场上 打胜千万人 还不如一个 战胜自己的人 我不生气了 我不急欲望 我可以掌控我的心 那才叫快乐 如果 就像各位是女生 比较吃亏 你的心永远不在你心上 我老公 我儿子 我女儿 我的家庭 每天 佛 请你照顾我老公 照顾我儿子 你往外一直去求 离心外求 就是苦 要往内 所以念一下 自尽其意 对了 每天大家都念 自尽其意 要净化自己 清静 恢复清静 不要污染 不要往外求 不要把希望 建立在别人身上 把希望建立在 外在的世界 那个叫执着 就像一个女人 爱上一个男人 那你苦了 你现在关到 无间地狱了 地狱还有出狱的一天 你去执着一个东西 叫无间地狱 永恒的痛苦 你永远在痛苦里面 就像心脏快跳出来一样 你去爱上一个人 就像一个女孩子 终于生了小孩 她去爱上她儿子 她去爱上她女儿 她说 她是我的生命 你苦不苦 苦啊 所以动物也是这样 你看那些鱼 那些尊鱼 鲑鱼 宁可冒命死 肠完卵 他就可以死 他认为传宗接代 是他的生命 这种执着 有人为爱情而死 有人为名利而死 有人为政治而死 甚至现在在歌颂的 为国家而死 为国家而死 也是个愚痴 为什么 因为对立 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仗 这也不慈悲 如果说为众生而死 那个是菩萨 那个有意义 因为你是没有分别的 而不是我照顾这边 杀那一遍 所以金刚经说 不要有我像 人像 不能有分别 我是华人 你是非洲人 我是白人 你是黑人 这个对立就会打仗 所以我像 人像 众生像 我是人 我可以杀 杀蚂蚁 杀狗 杀鱼 所以 这些对立会让你痛苦 所以我们出家人 各位看我们的外表 故意把头发离掉 每个人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 穿几十年 这个还用化妆吗 都快乐 所以 因为他就告诉你 消除我慢 我们把头发离掉 每天末就消除自我的骄傲 修行人没有高 没有矮 修行人是越老功德越大 对不对 老和尚 那各位 你一老这家 哎 伤心了 拿个年轻的相片 看一下 也不是老不还 但你修学佛法 老就很快乐 为什么 离极乐世界越来越近 我这个折磨了一辈子 从生下来到老折磨我一辈子 终于我要解脱了 去极乐世界还可以成佛了 所以你如果懂佛法 你活在人间 很快乐 很有意义 不懂佛法 生命是一种惩罚 惩罚到你死 死了再惩罚 凭着你的善业 让你升天 做富贵的人 做皇帝 恶业马上让你下地义 鬼道 畜生道 一直在 福宰福宰成 这个叫轮回 特别升天的人 直接下地义 他最痛苦 为什么 一个有钱人 突然变穷人 他受不了 了解吗 所以因为他享受了很大的富贵 突然现在去做畜生 所以你家的狗脾气很大 因为人家过去很高贵的 现在换他了 因为过去他骂你 现在换你骂他 你看那些狗多爱漂亮 对不对 而且鹦鹉天天在画画画 天天咬他的鱼毛 他过去可能很会唱歌 现在只能呱呱呱 这样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动物也有灵性 他知道过去他自己是什么 所以福建人有一句话就 什么 牛要被杀的时候 他只会哭 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被杀 而且杀他的人是谁 他都知道 大部分他都知道 杀他都是过去我儿子 我来做他爸爸 我现在做畜生还要还他债 这样你看他苦不苦 所以你一只猪都知道 自己要被杀几次 所以猪会赶快跑 所以因为他们懂 特别是蛇 你在一千年前杀死这只蛇 如果他还在投胎做蛇 一千年以后在某个地方 他一定咬你 所以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他全世界都不咬 但是他就等你 所以这个因缘不可思议 我讲这个是各位要多一点思维 因为如果你不冷静的思维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念阿弥陀经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大悲咒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修行 那如果因为佛教是念一下信仰 智慧 慈悲 叫三合一 有的信仰 进一步各位要了解 叫智慧 因了解而感谢万事万物 而对众生慈悲 这样 这三个缺一不行 当然就像各位这样 必须要多看佛经 思维 听闻佛法 所以各位你多研究佛经 听佛法 跟别人讲 非常的有功德 而且讲佛法不见得要出家 或是在家 只要你懂佛法都可以 特别这个道理 各位现在听了 如何跟你儿子说呢 跟你女儿说呢 对不对 如何跟你的朋友说呢 你们比较方便 那我不可能跑到你家跟你老公说 跑到你公司跟你老板说 就靠着各位里面去说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悲心 你了解的更多 你就可以告诉他 很快的离开痛苦的方法 所以超越痛苦的方法 所以佛法就是离开痛苦的方法 帮自己叫解脱道 帮众生叫菩萨道 法的原则还是一样 所以那这些各位就要多一点的 去了解 但是千万不要把生命放在一些 次要的不要紧的 不永恒的 不究竟的 没有用 就像我要出家以前 我跟我太太说 你很爱我 她说对 我也对你很好 她说对 所以我们都应该出家 你出你的家 不要跟我来 对不对 那我们都出家 那我们都出家 各自跑出各自的家 那你儿子才有机会出家 因为你爱他 因为你把他生下来 你都知道他很苦 不管他生在有钱的家庭 他外表长得 像我的儿子 外表长得很帅 人很好看 出生的环境又好 但是毕竟他就是一个痛苦 就像释迦牟尼佛 生在皇帝的家庭 希达多 他也很苦 对不对 他有三个皇宫 三个太太 五百个宫女 在服侍他 他走到哪里 看不到老人病人死人 一定要让他看到 年轻漂亮健康 你看他真的是 这么富贵的一个人 父母这么保护他 全国老百姓这么爱他 为什么没有人比他帅 比他有能力 比他有力气 各位都看过这些故事 没有人超过他 但是有用吗 活在这个世间 会老会病会死 而且他所爱的每一个人 都会老会病会死 所以他是有悲心 出生的 所以有一次 大家在耕田的时候 皇帝他的爸爸 带着大家耕田 结果这个耕田一挖 一挖那个土翻过来 蚯蚓跑出来 蚯蚓跑出来 麻雀就来吃蚯蚓 麻雀吃的时候 蛇就来跑来吃麻雀 蛇在吃的时候 老鹰就来咬蛇 那个时候小小的小年纪 西达多看到这个就 生命这么痛苦 大吃小 穷人 你看太阳那么大 还要耕田 爸爸是皇帝 他只是半个仪式 这个世界不公平 人跟人也不公平 人跟动物也不公平 他就觉悟了 他坐在树下看到这一幕 他就一直思维 他整个身体就浮起来 这是佛陀小时候 视线神迹的第二次 他整个身体浮起来 因为他在思维的众生苦 他爸爸一回来看到他 就跪下来 我儿子不是平常人 连做他爸爸都可以 我儿子怎么会这样浮 浮在空中 因为他正在思维 所以各位你打坐的时候 到一个阶段 你会觉得没身体 如果你很专心 那些酸啊痛啊 马都不见了 因为只有在思维 当然包括佛陀过去式的修行 他会显现这种状态 但是他看的是这个 所以佛陀之所以为佛陀 他是看的是人间的真相 的苦而产生的悲心 所以他从小就悲观 他是属于一个悲观 郁郁寡欢的人 他爸爸就很烦恼 给他再什么样的快乐 给他皇宫 他都不觉得快乐 对不对 因为他只想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他一直在思维这个 所以我想各位要做一个 有智慧的人 去思维宇宙人生的真相 自己 别人 世界 众生 我们不能只过 我的房子贷款还完就好了 我找一个爱情 我找一个亲情 我找一个快乐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肤浅的人生 那这个肤浅人生会怎么样 将来做畜生道 吃饱睡 睡饱吃 看到交配冲过去 这样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痛苦 因为他没有思维 所以念一下 贪心变恶鬼 所以这个法国巴黎鬼很多 因为他是一个欲望的制度 来 称恨下地狱 那你一生气就伤害众生的下地狱 那个是无量的苦 鱼吃变畜生 他每天就在追逐这些 所以 他为了传宗接代 做鸟巢啊 每天要去吃东西啊 抓动物啊 然后呢 为这个儿生 为这个儿死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去思维 包括思维到 佛陀讲 升天也不就近 对不对 做人也很苦 这个世间 老人也苦 小孩也苦 反正